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不低呢 请看 今晚来宾 他可以说是眼活的傅心汉 不过这里下他本人可是一个阳光大男孩呢 请看 请看 这就是犀利人妻最终结局 不是啦 这位就是饰演花心老公温瑞凡的实力派演员温申豪 剧中和隋唐的经典对白 也成为网友KUSO的热门素材 只是现实中的温申豪和相恋多年的女友 却迟迟没有结婚 上十岁之前 有想过啊 对啊 现在没有 就没有 为什么没有做这个 天时地利人和啊 很多关系啊 结婚也是要 要钱吧 幸福难不难 永康投革秀今晚请到温申豪 在他揭晓谜底之前 先向您温申豪 温申豪可以说是把温瑞凡这角色演得丝丝入扣啊 可以说是复兴汉的代表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唱一首歌 老师 我们就用复兴的人来欢迎他 好不好 老师请 掌声欢迎 温申豪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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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要恭喜你啊 从小一幕跳上大一幕之后 依旧晨熄亮眼 不过在那片庆功宴上 刚才影片我们也特别看到了 这一段啊 哎呀 据说你跟媒体讲说 这幼盛的唇 长起来像是 生鱼片 生鱼片 请问这生鱼片有参芥末吗 会不会有点呛辣 对啊 它其实 以前会觉得说男男稳 好像有点不太舒服 我觉得其实你把它当成一个气功 他来讲其实还好 又盛听到了吗 温申豪只是把你的唇 当作是一个器官而已 没有再多想其他的 你是第一次吧 对 是最后一次了吗 未来如果有相关的题材的电影工作 我觉得OK 剧本小色需要的话还是有可以的 不过你知道 你现在把庆功宴 设了一个很高的门槛 前两天我们有访问其他戏的导演 我想说你这个戏 人家最近庆功宴都直接是难难积稳了 你现在庆功宴要办什么 导演就想说你们把那个高标设太高了 当初其实就是大家开心 因为他这部戏 坦白说西医人期在台湾 或者在其他各地引起很大的回响 那我们的导演跟制作人佩华姐 不过就是想要延续 戏迷对于这个结局的一些想象 或者给一个交代 所以我们大家玩得很开心 当作是演员跟影迷 那个戏迷之间的一个互动 所以就玩得比较快 其实那一天那个庆功宴之后有些网友开始在网络上在发笑 帮你们编下一个电影的剧本 会不会从此之后你跟右胜开始组幸福的家庭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不无可能啊 对因为两性议题应该纳入一些讨论的空间 同性问题也是 但是应该是到最近就是包括了这个犀利以后 让你可以算是大红 这样的形容是没错的 但是在这十多年之前 你也没有说是全台湾都知道 也没有说是过得不好 就是都OK 但在这年当中你会想说 给自己一个时间上的限制 譬如说几岁之前没有做到什么 你可能要做另外一种新的尝试 21、22岁开始拍戏 然后我定到自己28岁 28岁一定要当上一部戏的男主角 如果我没有当上男主角 或者没有发挥的空间 不如就转幕后去做其他工作